我们常常会认为网络诈骗实施的对象都是那些不懂网络不会上网的中老年人 可是最近南京沥水的一些网店店主却向警方反映说 他们在上网的时候也被人骗了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彭女士在南京沥水经营一家网店 今年7月份她辛苦积攒到28万元血汗钱在网上被人骗了 就是到最后钱全部没有了 一起就是20多万没有了 到后边就没有来了 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28万元为何不翼而飞呢 一切要从这个名为淘宝交流的QQ群说起 加入这个群之后 不停的有群成员发布喜讯称自己中大奖了 彭女士不免有些心动 巴望着自己也能中奖 他们有专门的那个辅导员发的那个网址 给我他说你直接注册一下可以 注册进去就是直接充钱就可以了 你点了他的发给你的网址这个念经 对对对 让彭女士略感意外的是 点击陌生网址后没能直接中奖 而是被要求下注参与所谓的重庆十十彩 江西十十彩的开奖 彭女士说 自己不精通下注 起先总是输钱 后来在群内中奖者的怂恿下又不断下注 直至28万元全部输光 利水警方揭报后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阵机 终于在广西将淘宝交流群的六名嫌疑人 全部抓获 警察淘宝交流群是六人一手编造出来的 所谓的中奖者是两名QQ群内的托儿 警方表示 由中奖者现身说访 很多入群的店主会误以为真 投注到不法分子指定的网站内 所谓的下注实际上是账户间的转账行为 因为彩票网站做得逼真 很多玩家一直蒙在鼓里 他这种彩票官方网站也有 但是他就是利用官方网站的一些数据 然后就是像抄袭一样的这种性质 打着官网的旗号 打着官网的旗号 他就通过正规的支付宝公司 转账进行转账 还通过网赢 短短几个月时间犯罪嫌疑人 非法获利高达百万元 目前所有嫌疑人已经归案 彩票网站也被警方强行关闭 江苏城市频道